這一道是我老爹的最愛 酸菜炒豆干 新陳酸菜 豆干 辣椒 再加上酥蠔油 糖等調味料 就是朱正秀父親最愛的蔬食餐點 2002年的時候 他就檢查出他的色腹腺癌了 所以我就很擔心 很難過 所以我想說就用吃素的 功德回向給爸爸 希望爸爸身體可以健康 孝順的女兒為了祈求爸爸身體健康 決心吃素 本來只喜歡擦花的他 也開始研發素食料理 紅椒 它的維他命C非常的高 素食的料理的部分 就用比較多種類的食材 還有多種的顏色這樣子 讓爸爸可以攝取更多種的營養 當了20多年花藝老師的他 也嘗試將擦花藝術融入在料理當中 居家的那個料理我們就是顏色多種色香味就很漂亮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到外面分享給大家的話 我們就會很注重排盤 然後我們今天的湯圓的外皮 我們是用到了香雞飯 不論是社區大小活動或是學校蔬食教學 都可以看到朱鎮秀的身影 因為他想把對父親的思念 轉為讓人想健康吃素的動能 大愛新聞零四分鐘江波花蓮報導